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子鱼 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 冬庄春享环节 我刚刚买了一大堆的冬庄 一 二 三 东西 这一堆就是我今年冬天的冬庄 整理小名手 今年的冬庄 还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主牌 博喜 我的冬庄 夏装 秋装 今年全都是他们家了 自从这两年开始穿博喜的衣服 整个人的衣品都提高了不得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今年冬天都买了哪些衣服吧 开封之前要先说一下我这样的衣服 这件毛衣是我这里面最喜欢 铁烫雅 我刚刚画上了 三个颜色拼接的 袖子 衣服 正面 后一条衣服 这里还有两条流苏 然后还这条裤子 这那种阔腿裤 好多年来都是这种阔腿裤 第一次我感觉它吧 平摆大了 什么弄的大 里面还有隐藏款 哒哒 这里有一个链子 我们开始拆盲盒 先穿第一件 这是一件白色的卫衣 下面是两个很可爱的 很圣诞的两个小人 我特别喜欢这种纯色的卫衣 感觉穿上两个特别清晰 这个衣服料子是那种蛮厚的 非常挺 而且它可以单穿 只是我里面穿过的那衣 我们穿一个它也很暖锅 或者是我把它作为一个打底 然后我可以穿个约袋外套 或者其他外套都拿好看 纯色的卫衣 咱们搭怎么看 好 下一件 这件是给侯卫选的 因为侯卫特别喜欢这个小颜 所以给他选这件衣服 这个料子跟刚刚的卫衣很像 都是那种很厚的 里面加绒的 你看 看到了 里面加绒的 就很厚 这个也是可以单穿 里面穿帽内衣 或者是拿打底 跟我这件 也算是一个情侣装 木欧的话 没有硬欧 你看 你 你是羊 我 中牧羊人 这个也是给侯卫选的 一个棉衣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给吃一遍 你不可以 你还给我 帮你展示一遍 这件不行 这件有点凉 好看 后面是这种 是绒绒的 叫羊羔绒 羊羔绒 然后它的口袋装饰 都是这种羊羔绒的 口袋装的都是这种羊羔绒 你真的太水了 好了 回复衣服讲完了 我要说我自己的了 刚才那两件的 随便说一下而已 这个好看 要为这个衣服买个模特 是 我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 去取模特驾照 这件衣服其实配这个毛衣不太好 不太不太合适 但是我懒得放里面打底 这个就配一件那种穿黑的踢 稍微短一点里面打底 然后带一层垫 这皮的太扎实 然后它是那种夹克款 就是下面稍微短一点 像袖子弹打厂了 它的肩膀这里还夹了一个 夹两层 我这里看感觉外面还有一个 两层的 好像那种美国的西部牛仔衣 哇 这件也真的是 我不用穿 我跟你说我拿出来 整个人都开始兴奋 这件长身的尼达衣 就上次买尼达衣还是 别提了 那个屎绿色的味道 然后给你扔吧 好 这个是我给他选的 当时那个颜色很浮的 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毛衣还蛮搭的 好看 这件衣服 就是那个特别素性 反身肩膀比较宽 然后穿这个衣服感觉 整个人都很平靠 比较扩心 刚刚得知它是两面穿的 但是我觉得里面这面 可能会穿的比较好 越来越来越好 我觉得它这一面应该就是那种 酥红滑滑那种 就是那样的 不是那种 亮亮的 我觉得 今年东间 北京的马路上又多了一个性感 好 我们看下一件 这羽绒服 短款 灰色 它这里是这样的 这一层 它外面是皮面的一个羽绒服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这种 就感觉是双层的 但是这里挺捏的一起 不仅好看而是还暖和 我第一次买这种 皮面的皮衣服 看会短 哇 来这个 这里看一下就像熊猫一样 熬入楼的 然后一百拼的 但是穿上去更会更像熊猫 感觉像被一团 被子包围的里面一样 这个也是它里面的一个配件 那它里面就在鲁杯上 我待会儿的颜色就像鲁杯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这是一个小包 现在来看这一件 就是另外一个风格 又这一件很帅的风格 这个是薄款的 那很薄 这个人家里面不说的 穿着毛衣 这个衣服里面换个圈钻 这里是一个内容 因为它是薄款 就设个肩带船 才能穿这个三个日子左右 再冷一点的话就放下 这个衣服其实它在大衣里面 在风衣里面设计的算是比较复杂的 你看它袖子上 也有一个这样的环 然后还是皮银色的 风衣很少有这么不复杂的 把它领和这里 好吧 我们下一件 放级缘做某面的剧 对 这个买的时候就是 要的一个味道环 大家都可以 上面是白色的 上面是页面的蓝色 这衣服好轻 但是感觉就超猛 这种绒绒的麻烦这种衣服 其实每年都会买了两三件 之前那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创业 这个到过程到渐变 我觉得算是今天还好的一个创业 你这个来自 名字叫做惠惠的丑账 它才整天只有我 哪天我全发我一波发出来 外套试完了 下面我们试一下 我们的内搭还有裤子 它是一件毛衣 你这样看的话 它是一个珊瑰色的 是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画面 近看的话 它这里有一个暗纹的字母 这种字母如果印的 比如花里胡哨的话 来这衣服看 这会接下来 男人一旦过了20岁 就穿它成熟的衣服 这件衣服其实跟后队那个 在镜养 还是蛮像的 这个蓝色的衣衣 然后它也是一个佳容的 什么佳容的 好厚 我觉得这个颜色吧 我看了 黑蓝色 外面搭个装衣 搭个羽绒服 什么都可以搭 这件青春洋溢的一件 抠罗衫 白色的底衣 然后是这种绿色的 今年这种复古绿 还特别的优秀 这个衣服我穿一个时候 正是一件 下面我来说说我裤子 因为我们买了这么多 外套呀 内搭呀 那肯定要搭好东西 人家说腿上这条 刚刚看过 那种裤子裤子 裤子裤子很舒服 我里面可以穿 三条毛裤 都看不出来 好 先来看这一条 一条黑色的裤 你也看得起 以为它是一个牛仔裤 是一样的 这件裤子它看起来是牛仔裤 但其实它是运动裤 能打板的方式做的 下面是一个收拖的 然后穿很舒服 然后还有一个自带的腰带 这个就是比较正版的牛仔裤了 我喜欢这个 还有女款 但是女款的码没有了 我很生气 甚至想把这个头 一个物质删掉我当时 哇 这个牛仔裤真的是 好像 还有个车 主定 好 我试试这个 这它牛仔裤真的是太有设计 其实后面看还比较正常 再看正面 我的天哪 中间这块地方 这个颜色就像是 平时我们穿牛仔裤子的内面 就是里面内面那个样子一样 你看这个裤子也很好拿衣 好了 我们看看下一个 其实这个裤子是以挑 稍微正式一点 西装类型的裤子 西装裤子 但是它旁边加上一个 非常巧的巧思设计 两两面这种感觉 一个灰色的 放上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西装的材质 然后整个版型就是一个裤子裤 走路带风 我觉得这个裤子蛮适合穿那件风衣 我们试一下 你看看你面露蓝色的 我不知道白衣服想吃 他那是艺人 他那是艺人 好了 我们看看这条 这条是一个棕色的 这条的版型 还有感觉其实跟土耀这条有点像 这种棕色的裤子 其实没有那么好搭衣服 好了 我们看下一件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这我特别喜欢这种 因为穿的特别舒服 黑色为主 然后旁边是这种灰色的条纹的点缀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看 好 下一条 这个其实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灯镁绒的裤子 我颜色跟刚刚那条不太一样 白色的裤子 然后旁边一样松色条纹的点缀 什么样的 这两条裤子应该是我 这个冬天穿的最多两条裤子 因为它特别舒服 在家里跟在外面都会比较整的 好 这两条唯一 我们看一下 这两条唯一 我来介绍一下 小湘风的格子风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云朵 而且这个云朵可以拿下来 里面还有字母 最像的卡哇伊 好 我们今天的冬季衣服分享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